VBA就兩個按鈕,一個是清除掉原來我們做的 一個是按計算 計算的話就是把最後的結果又 給顯示出來 OK 好 那就是清除 跟計算 那實際上就兩個 裡面實際上就是原來這個是本來沒做的 那我們按一下計算基本上 一下就全部做完,那裡面實際上不是 重新思考VBA怎麼寫 而是把你剛剛做完的公式 直接丟到儲存格裡面 那因為我們有這麼多欄 有五個欄位對不對 其實只要一個回圈 裡面如果你有五欄就寫五行就可以了 那裡面基本上做什麼呢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清除應該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就是 就是 for I 等於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把 D 欄裡面 的資料清空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把它清空掉 OK 那再把清除的公式複製 貼到底下 改成叫計算 那差別值在哪裡呢 就是你原來公式寫好之後有沒有 把你的這個公式 V-Line的公式 複製一下 切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裡面有沒有 把它貼上 那我前面有講過貼上之後 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請你把它改成兩個 那因為裡面幾乎好像都沒有雙引號 所以這個可以先略過 第二個是把列號 第四列有沒有 把它改成I 所以改I的話還記得吧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加一個I 然後再把 AND前後加 空白 有印象嗎 OK 應該做完很多遍了 所以 我做比較快一點點 如果有細節不清楚回頭請各位自行參考那個前面的影片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原來寫好的公式貼上 改一個I 改一個 這邊不用改